智能手机充电头 它除了给手机充电以外 在生活当中 它还有很多的使用价值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几种最简单好用的使用方法 第一种方法 它可以给燃移道供电 燃移道啊 我们都知道 它这个电池非常不耐用 就算买好的电池 用两个月就没有电了 这样老是更换比较麻烦 也比较浪费钱 我们用它改装以后就可以给燃移道长期的 这样供电 不需要更换电池了 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就是用这个手机的充电线 把它给剪断 用里边的两条 这个黑色和红色的这两条线 红色是正级 黑的是负级 然后我们在旧的电源板上面 拆两个 1N400系的二级管 给它串联起来 接在这个每一道的电池盒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给燃移道换电池了 这个方法非常实用 第二种的使用方法 它可以给我们家里边这些数码产品上面的锂电池 给它强制充电 激活 这数码产品的锂电池 放置时间长了以后不用 它电压过低以后就会出现休眠 然后就充进去电 不能使用了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这个手机充电头 给它强制激活充电就行了 这个是手机的电池 这是数码产品上使用的 这些锂电池都是可以的 我们通上电以后 然后这个正极对正极 负极对负极 这样大概接个10秒钟 然后就断开 过个两三秒 然后再接着给它强制充电 循环充过集次以后 这个电池让它能达到3.6V以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方法最简单好用的 第三种方法就是 充电头可以给家里边的数码一些产品 直接给它供电 我们看一下这个插卡相应箱 它是电池已经坏掉 没有了 像这种情况 不需要电池 我们只要用那个手机充电头 因为这个是大功率的 这是有的是一安 有的是两安的 它是直接给它 可以作为是电源的 因为这个自带的 它如果这个自带的 它的功率比较小 一般都是500毫安的 或者600毫安的 功率小 它是不行的 我们只能用这个 这个智能充电头 动用非常大 我们看一下 它是可以开机的 也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声音已经出来了 这没有电池 第四种方法 就是我们家里边这种坏掉的LED灯 我们先不要把它扔掉 其实它的用处还很多的 还能接着在废物再利用 这些灯 灯不亮了 一般这个灯珠 它只是坏一个或两个 它不可能全部都坏掉 我们找两个 灯珠 就是找这个中间没有黑色的 没有小黑掉的 就证明这个灯珠 一般它不会坏 我们剪两个灯珠 我们可以在家里边找个剪刀 这样剪掉 其实这样的也可以剪掉的 然后我们给这个灯珠上面 给它焊两条线 先上去焊锡 我们拿出来手机这个旧的数据线 把这黑色的焊在这个灯珠的副级 红色的焊在正级 焊好以后就这样的 我的灯珠是三伏的 这两个是串联在一起的 如果灯珠是六伏的话 我们让它两个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插在充电头上面 这样就变成一个小夜灯 非常的亮 一年也用不了两度电 这种方法是不是非常实用啊 在生活当中 它还有一些更多的使用价值 如果朋友们有知道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共同讨论一下